这期间的法国的天气非常好 我发现呢 我以前呢 发的视频呢 玩播率最高的 居然是一些完全生活类的视频 不是葡萄酒的 啊 对对对 我得走了 所以现在我就比较好奇呢 拍什么比较好呢 是葡萄酒专艺方面的内容吗 还是纯粹的 是长的 Vlog 你好 哎又是你了 太巧了吧 上次前两天要拉你的签 对 他跟我说了 就为了你一家福 哈哈 很多次了 对啊 有意思的是呢 生活类的视频呢 其实呢 对于观众来讲呢 没有太多的实质性的价值 不像葡萄酒 葡萄酒呢 还可以分享一些具体的使用性的知识 但是我在想可能是生活类的视频呢 大家觉得看起来挺轻松 挺舒服的 也是一种价值吧 先去摆别他跟他们讨论呢 新的酒单 还有就是准备给员工们的事 改一下他们的提成方案 好 现在来接花生 花生去他的朋友家玩 哈啰 欢迎花生 发生什么事情了 来 你们在涂了吗 涂了草莓酱 为什么涂草莓酱啊 完了 我看你们的化妆 哈哈哈 你们现在就涂草莓酱了 哈哈哈 打个脚你们这样做啊 这种啊 天呐 天呐 下一包就打吃了 不知道 天呐 是不是厉害 脸色呢 不是那么深 哈哈哈 你别吓我好吗 很压力的 有些果干的味道 一些红色水果干的香气 很多的甜香料 精度很高 丹宁呢很壮 非常的旷野的味道 有点点会发酸 有比较明显的橡木味 既像意大利 也像 西班牙的 我觉得应该是来自 托斯卡纳的 桑架尾菜混美洛 好压力也挺吓我的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肉味 有可能是 西拉卡尼尿 有可能 比较有肉味的 颜色比较甜的 我经常说的 又像西拉 又像黑米罗的 难道 就是 又是一款 Mathia 中午 哦 我非常喜欢早起的 通常呢我都会是六点钟起床 趁大家还没有起床之前 先专心学习 或者工作 通常呢我会看书 大概一个半小时 准备我年底的考试 一天一天左右 一天左右的时候醒了 然后我就包和出来喂奶 嗯嗯嗯 我走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一团 然后我就说 哎怎么有个嘟嘟在这里 然后那个嘟嘟就动了 我就发现是 哈哈哈 脖子 当然是里啦 对 脖子 脖子 有这回事吗 我打屁股了 哈 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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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弄好了 我很喜欢南宁这个拍出所 还有公安之队 我觉得很好沟通 可能是南宁的外国人比较少吧 有些旁人在北京和上海 他们觉得有时候沟通有点点生硬一点 我们这边呢 我觉得还是很舒服 还是南宁舒服 其实呢我最近想通了 很多人建议 视频的内容应该基于观众的喜好 应该满足他们的需求 这也是成功的商业电影和商业不到不久的做法 市场喜欢什么口味 就给他们喂什么口味 但是呢有另外一群导演和娘主师 他们少考虑市场 而是坚持做他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自己认为美好的事情 那么他们成功的概率呢 相对来说呢会小一点的 但是成功的时候呢 他们则会创造出一些更为经典的作品 而且最重要的是呢 如果创造自己喜欢的东西的话呢 那么做的成就的概率呢 就会高很多 而且自己喜欢呢 以为之呢很有可能还有其他人喜欢 比如说呢我这边呢都喜欢拍葡萄酒 也喜欢拍生活类的内容 所以呢说不定呢你也喜欢呢 好了今天是年三十了 准备回家搞搞卫生 然后呢今晚上跟家人们一起吃年夜饭 那今天呢预祝大家龙年快乐 好了